为了赶时间,中午都是简单的吃两口 只有自己知道为了挣那点菜前,有多么不管不顾 一定要是打心理热爱,才能日复一日不知疲惫呀 一开始做寿司,的确是为了生计 而现在的确是爱上了,并享受其中 我喜欢自己安静专注做寿司的样子 虽然拖着背,穿的也是妹妹不要的衣服 依然觉得自己很美呀 今天又做了四盒军舰,都是大家提前预定的 周五放学的早,做的少一些,一共27盒 八份预定出去的,今天还有19盒可以卖 马上准备出摊 这个是八块啊 你吃泡菜,下次我可以研究一下 三连五十三分 还有十六盒寿司,今天估计又是不够卖的一天 还没放学,来买的家长都是熟悉的面孔 那是特别棒的一种感觉 对,就是得到认可的成就感 让我更加不能松懈,一定要保证味道,只能越做越好 我还喜欢小推车被小朋友们包围起来的感觉 他们有的是来买今天的寿司 有的是来拿昨天预定的 还有的是来订明天的 今天,昨天,明天 我可是承包了大家全部的期待呀 少挣点,都得让他们吃好点 忙完才看到推车上放着的一小盒寿司 才知道旁边也来了一个卖寿司的 这一盒还是我儿子特意用他的零花钱买给我看的 儿子的同学还帮我拍了一下 卖寿司的摊位在哪里 我现在已经卖完了 现在还有一个小朋友的寿司 我在等他来拿 然后今天发现我们学校门口来了一个卖寿司的同行 给你们看一下 三块钱四片的寿司长什么样子 我们不怕 我们一直在等你呀 怕你忘记了 谢谢啊 收摊到楼下了 坐着休息一下 今天中午没有做很多 卖了一百七十多块钱 大概挣九十块吧 但是没想到我们学校今天也来了一个卖寿司的 我也遇到同行竞争了 但是一点都不再怕的 有对比只会让我们的生意更好 不被干扰继续做好我们的寿司 保证好的味道 不愁没有回头客 下次见 下次见 过座太紧了 往那边挪一下 对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事情口市 辈阳 订阅 转发 打赏